他将激光器上对准鲨鱼,鲨鱼瞬间变成一个小小的冰块,冰块掉到几个小偷的脚下,浴水就会恢复原状 失控的坦克横冲直撞,颜看就要伤到无辜的路人 杰克本想置之不理,可他突然想到自己已经不是坏蛋 于是立马开起传送门,将钓鱼帮送回了水族馆 钓鱼帮被捕,杰克再次立下一功 事实上当着全体失明的面,向他授予最高荣誉 可同样参与战斗的迷你翁却无人问津 其实一直以来,迷你翁都要得到伙伴的认可 但杰克只把他当成小弟,而非一起并肩作战的搭档 小美鼓励迷你翁,如果说出自己的不满 随之一番诉说之后,杰克非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反而大度让迷你翁出去单飞 他认为伙伴只是在赌气,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可没过多久,小美就接到了他的求救电话 从小美飞快赶到杰克家里,参与他所说的紧急情况 不过是一台没啥电源的面包机 失去迷你翁的照顾,杰克没有一点自理能力 反观迷你翁在离开之后,就迎来了事业的第二醇 他来到一家餐厅打工,这里还店堪忧 顾客稀少,食物更是一言难尽 迷你翁根据多年料理家务的经验,分析出了需要改进的问题 而最该被换掉的,就是厨房的工作人员 我就是厨房的工程 经过民警工的改造,创业馆子焕然一新 成了当地最有名的网红餐厅 还对人更是络绎不绝,连合途都实现了全次动画 与此同时,城市的监狱里,货带联盟正在上导着冤狱计划 他们都从事杰克的手下,个个身怀九季又邪恶无比 可爱骑士率先冲手,直接控制住了一个警察 另一个警察准备逃走,结果被小手的吹棉树,困在了看不见的箱子里 狱警按下按钮,出口瞬间封死 可再接近的大梅,都不是石头人的对手 天气小姐一阵龙点风,直接让队友送进了空军室 这次几个坏蛋正式越狱 而他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毁灭整个城市 套城市对着空气画了个圈圈 两个警察瞬间失去意识,套出手铐掉到了自己身上 他们是冲突招出的坏蛋联盟,而联盟的老大 却成了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杰克见到昔日的队友,以为他没事来找自己算账 可万万没想到,坏人没开了电视上的新闻 不把成为超级英雄,当成了毁灭城市的一部分 因此对老大更加崇拜,事已至此 杰克只好继续把戏演下去 可他的好队友们事业心爆棚,刚一出来 就迫不及待要大展拳脚 固大联盟在城市街头上大搞破坏 杰克不敢出面阻止,只能偷偷跟在后面 用其借人将损坏的建筑复员 固大门来到银行面前,孙雄老大进去打劫 可杰克的美名家喻户晓 一楼面就收到了市民的震震掌声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杰克只好做出了抢劫的样子 眼看人世的气节要崩塌,一个女孩出现 瞬间扭转了局面,她假计安全演练 将偶像从无极关头解救了出来 市民面配合的举起双手 而其他坏蛋也对杰克的表现非常满意 只有天气消极,隐约觉得不太对劲 可一时之间,又找无数问题在哪里 惊险自己的一天终于过去了 杰克躺在床上刚准备休息 却被巨大的音乐声惊醒 原来这些坏蛋们在她的家里开启了派对 更是把钓鱼帮也邀请了过来 钓鱼帮想揭发杰克的真实身份 结果下一秒就被动成了拼框 这些坏蛋完累了之后 开始随着杰克进行下一步行动 原来黑闹以前,他们就曾有过计划 要把整个大都会移到月球上 而用来推动城市的地下火箭 早在杰克还是反派时,就已经准备妥当 现在只需要按下发射按钮 所有市民就能立即升天 可如今的杰克不再是坏蛋 于是假装自己忘记了密码 为同源计划的进行 然而这个异常的举动 再次引来了天气小姐的怀疑 仅仅再给杰克一天时间 不然他们就会把整个城市移为平地 杰克终于意识到了,个人力量的单薄 他来到餐厅,想要劝说迷你们回来 不看到对方和新老板相处的这么容下 只能失望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以他一个人的力量 对面不怕与坏蛋联盟抗衡 就在这时,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 结果结果一秒心,将实话说了出来 坏蛋们十分生气,随着下一秒 机器出现故障,这下彻底尴尬了 杰克吓坏了,只能解释自己刚刚 是在跟大家开玩笑 和这个理由显然骗不过几人 杰克冷汗直冒 汗中顺着脸颊落到冰块上 正好剪开了钓鱼包的封印 事已至此,坏蛋们也不再跟他废话 对着杰克一顿输出 只是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天际 他们正在善罢甘休 不知过了多久,肖妹带着宝儿 在乘着街角找到了颓废的杰克 他对自己非常失望 也失去了继续战斗的勇气 宝儿不忍心看偶像如实灰心 曾经的他,也被人叫做坏孩子 但杰克打败泰坦的举动 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 在肖妹和宝儿的鼓励下 杰克终于恢复了信心 民营欧也在这时赶了回来 大家齐心协力 确定阻止联盟发射火箭 于是他们来到超市 准备采购物资 与此同时 宝儿妹正在想办法进入控制室 一个小时过去了 宝儿妹终于用蛮力打开了大煤 可当天津小姐按下发射按钮 杰克的大脸 却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宝儿妹飞头行动 宝儿妹和杰克 负责将几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而民进游戏也要趁这个时间 潜入控制室按下停止按钮 为了保护这个危险的装置 终于布置了大量的机关 等迷你屋 纠死一身赶到控制室时 它钢铁的躯体 已经不复存在 随着这时 丢一帮的人突然出现 他们控制了迷你屋 彻底推翻了整个计划 随着时间慢慢靠近 一道紫色屏障 从路面拔地而起 火箭正式启动 被屏障笼上的部分城市 迅速升至高空 丢一帮一把抓住迷你屋 随着一个重心不稳 就被对方直接团灭 迷你屋终于按下了停止按钮 可此时的城市 已经离开地球 没了火箭的动力 马上升起的城市 开始急速下坠 现在必须通过手动拉杆 才能停止 可此时的迷你屋 因为长期缺水已经力竭 好在此时 几个几人成功解决掉了 联盟成员 终于赶了过来 他们齐心协力 一起加大都会 稳稳地停回了地面 而所有的坏蛋们 也被重新关进了监狱 这场危机彻底被解除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